第637章 百朝大战落幕 百朝山顶到达光幕笼罩 能够来到山顶的人几乎所有人都是拥有着天级涅槃印 说来也算是天赋不弱 因此除了极少数者 其余大多数都是被超级宗派选中 只不过他们在进入超级宗派之后 能够算作超级宗派弟子 想要成为更高一级的清传弟子 却是还需要不小的努力 百朝大战到了这一步已算是落幕 不过这片空间却依旧还是会开启一段时间 而在这段时间中 那些超级宗派也会派人关注在这里 若是有表现杰出者 依旧能够被收入门下 当然这一批在被吸入而尽的弟子 则是要在面前挂着记名二字 那等身份比起寻常弟子 尚还要入一朝 不过即便只是记名弟子 对于很多人来说 却是求之不得 毕竟超级宗派的选拔 实在是过于严格了 山顶上伴随着弟子资源的瓜分 百朝大战之势 则算是彻底的完结 林栋占于一处 在其身后汇聚着黑压压的一片人 这些人看向他的目光却是擒着一些敬畏 从今以后 他们也算是道宗的弟子 而林栋的身份必然高他们一筹 不管他们来自什么王朝 也都不可能再在林栋面前拥有着什么优越感 白朝大战已经结束 你们接下来便随我前往道宗 这里的消息会很快传回你们各自的王朝 而宗派的赏赐也会在不久之后送到你们的王朝 吴道望着眼前这些黑压压的人群 也是一笑 抚着胡须道 吴道的话 显然是引起了不少人眼露激动之色 他们都是代表着各自王朝 前来参加百朝大战 如今终于是取得成果 一想到消息传回王朝各自家族中所带去的惊喜 他们的心头一时难免有些自豪 在东玄域王朝无数 每天都不知道有多少王朝毁灭新生 而有时候判定一个王朝的强弱 也得看这个王朝有着多少人加入了超级宗派 虽说超级宗派一般都不会插手 王朝之间的战争 但那些加入了超级宗派的弟子 自然也不乐意见到自己的王朝被毁 所以一旦他们的王朝面临险境 这些弟子都必然会援助 而若这些弟子在超级宗派还只是寻常身份的话 那还好 可如果这弟子在超级宗派极其被看重 那超级宗派自然也不会坐视不管 这样搞来搞去超级宗派势必也会插手 解决纷争 正因为如此 东旋与这些超级王朝方才想尽一切办法的将人送进超级宗派 以求能够获得超级宗派的庇护 从而保护王朝长久不衰 无道的话音落下 其手印顿时变幻 浑厚原理在其面前汇聚 片刻后直接是化为了一个巨大的阵法 阵法之中光芒流转 这些超级宗派都是在远古战场构建了空间印记 能够随时开启传颂 将其中的人送入各自的宗派之中 灵动望着那成型的阵法 也是忍不住的深深的吐了一口气 终于是要离开这里了吗 走吧 心中的感怀持续了一会儿 灵动倒也不再迟疑 率先踏出 一步跨入了阵法之内 而在其身后 小雕小炎等人也是立刻的紧随而上 随着最后一个人踏入阵法 璀璨的光芒也是开始蠕动 灵动目光抬起 最后一眼望向这片空间 玄机眼神深处涌现一抹期待 东玄宇 超级宗派 还有灵青竹 我林董 来了 滔天光芒大作 最后在达到顶点时突然消失 而随着光芒消失的还有着山顶之上的那一片片黑压压的人群 一年苦修 百朝大战 终是落寞 大阎王朝 皇城帝都 安静而堂皇的书屋之中 檀香萦绕 令人心旷神怡 而在书屋之中 一道壮硕的身影 正静静地审阅着桌上的诸多文件 隐隐间 有着一种强大的气息 从其体内传出 皇室霸虎 莫惊天 如今大阎王朝的主宰者 一年舍间不见 他的气息比起以往 显然越发的强悍 寂静书屋 突然被一道极为刺耳的破门声所打破 那莫惊天的面色 瞬间便是沉了下来 抬起头来 刚欲怒斥 一道略显尖锐的声音 便是传进了他的耳中 殿下 百朝大战结束了 莫惊天脸庞上的怒火 几乎是在轻壳之间尽数消失 原本沉稳也是瞬间消失 他突然站起身来 声音都是因为急促 出现了一点 极为罕见的颤音 莫灵怎么样了 殿下 三皇子 被收入八大超级宗派之一的道宗了 那来人一脸的狂喜颤抖着回道 道宗 即便是以莫惊天的定理 此时此刻都是忍不住的倒吸了一口凉气 一脸的目瞪口呆 东玄狱之中 超级宗派也有不少 但他也知道 其中以八大超级宗派最为强悍 他原本只是期望 莫灵能够随便的进入一个超级宗派 便已是最好了 可眼下 莫灵竟然是被八大超级宗派之一的道宗给选中了 那可是东玄狱最为庞大的势力之一啊 怎么可能 莫惊天被这个消息震撼的好半上方才会过神来 玄机喃喃自语 他对于百超大战的残酷再清楚不过 大阎王朝自从创始以来可从来没有人达到过这一步 殿下 不仅三皇子加入了道宗 甚至连杜云 满山他们都加入了道宗 又是一道震撼性的消息 这直接是让他莫惊天一屁股坐回了椅子 竟然一次性的有了三个人被道宗选中 这样说来他们大阎王朝现在 已是拥有了三名加入了超级宗派的人了 怎么会这样 一波波难以置信的情绪冲击着莫惊天的心 他盯着那传讯之人 手掌不自觉的将桌上的一块圆润的玉石握在手中 不断的转动着 喃喃道 是因为临动 来人依旧是满脸的狂喜 既然是那种震撼人心的消息 他也是毕生首次所欲 临动 那个临世宗族的临动 莫惊天一正 道 他获得了百朝大战的冠军 道宗极其地看重他 所以连带着将三皇子他们全部的收入了道宗 莫惊天手中那块千金难求的玉石 瞬间爆成坟墨 然而此时的他确实来不及可惜 只是默瞪口袋地盯着眼前之人 脑海之中不断地被那两个字所震荡着 百朝大战 冠军 莫惊天手掌带着一点颤抖的 扯着扯一惊 眼瞳都设在此刻 不自觉地急速缩小着 他很清楚这个名头代表着什么 那代表着东旋域所有王朝年轻一位之中最优秀的人 而在以往这种人只可能从那些超级王朝之中走出来 类似他们这种低级王朝在那百朝大战之中基本就是炮灰般的存在 即便是损活都是很难 想要力压寻寻的夺得冠军 那简直就是自取其辱 然而现在确实有了一个从他们大炎王朝走出去的青年 在那百朝大战之中脱颖而出 最后站在了最巅峰的位置 这种震撼几乎令得莫惊天感到窒息 你确定吗 莫惊天睁了张干涩的嘴巴 嘶哑地问道 殿下 这可是从道宗传来的元神之信 那人急忙地取出一个金色光团 光团之中有着一叶金色的纸张 莫惊天迅速地结果 从那光团之中散发出来的威压 令得他体内的原理都是有些凝固 当即他明白 这消息应该确实属实了 那个小子 莫惊天抿着嘴 脑海之中却是略过一年之前 那道轻瘦的年轻身影 恐怕那时候谁都无法想象 那个家伙会达到这一步 看来当初让莫灵他们跟着林栋 果然是一件极为明智的事情 林氏宗族出了个可怕的家伙呀 莫惊天深深地一叹 言语间有着无法掩饰的羡慕 殿下 最近林氏宗族与王氏宗族摩擦甚多 那传讯之人低声道 派人前往王氏宗族 从今以后 四大宗族以林氏宗族为首 若是他们不识相 莫惊天双眼为眯 思思杀起悄然弥漫 是 那传信之人心头一震 王氏宗族这次的 看来又倒霉了 日后这大爷王朝 还有谁敢针对林氏宗族 殿下 这元神传信想来 应该也送向了林氏宗族 以及王朝各大势力了 莫惊天缓缓点头 他知道 从此以后 林氏宗族将会成为 王朝之内的 声势最强的宗族 甚至就连皇室 也不敢再对他们 有丝毫的指手画脚 因为林氏宗族 出了一个林洞啊